大家好,我是家洛薩聖方直覺書院的羅勤忠校長 家洛薩聖方直覺書院是甚麼學校呢? 我們是家洛薩會第二間的中學 我們是在1869年成立的 我們的會主重甚麼呢? 我們在說謙人共執 意思是甚麼呢? 我們在人愛中學會謙信 在謙信中學會人愛 所以我們的辦學非常重視價值教育 我們亦有一個特別的傳承 我們叫做心靈的徒育 甚麼是心靈的徒育呢? 其實正正是天主給我們一些恩寵 我們怎樣將這個恩寵 尤其是天主給我們的愛 怎樣把它發揚開去 怎樣可以將愛去感染別人 我們是為別人服務的 我想我們這個服務的精神 其實是我們在家洛薩聖方直覺書 我們一直都是重視的 當然我們服務的精神裏面 包括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我們可以做的 在我們的課程裏面 我們很希望我們的學生 學會服務別人 也都是學會價值 學會感恩 所以我們有一些不同的體驗 我們叫做其他學習經歷 我們在課程裏面 已經有隔個星期五 有個其他學習的經歷 我們有時會帶同學走出學校的校園 在社區裏面去做一些活動 當然有些活動我們也都在校內裏面去做的 同學在當中會學一些美藝的活動 包括一些orchestra 一些音樂的課程 也有同學會學一些編程 一些steam的課程 也會有一些體育的課程 一些跳舞的課程 我們也是因應同學他們自己的興趣 所以我們整個課程裏面 都是以人為中心的 我想這個也正正是很重要 我們期望同學透過一些不同的活動 然後他們會學會那個價值 包括我們這三年裏面 我們在做一個主題的學習 就是我們希望同學學會感恩 學會尊重 學會對自己有一個承擔 這三件事我們覺得 今天在我們面對一些不同的挑戰 不同的問題裏面是非常重要的 社會裏面我們有很多時候 物資其實是很豐富的 這麼豐富的物資 其實有時我們不可以上當然 我們有的話 我們想想看會不會可以送給別人 我們也感恩 這件事其實今天很重要 亦都是跟我們會組所講 我們那個人愛 我們接受了天主的愛 我們怎樣把它分給別人 我們就是靠這件事 我們希望同學去學會 去感恩 感恩完之後 他會有行動 去服務別人 去幫別人 幫一些有需要的人 但當中我們也知道 我們有時都要去互相尊重 我們要看一下 可能有些人 他接受別人的愛的時候 他可能他都希望 不太明顯 分分鐘 可能要我們不太明顯 可能他都未必太想 我們都要學會尊重 這個我們覺得是非常之重要 最後我想 我們在整個課程中 我們加勒薩成功借國孫 希望同學會自尊重 亦都希望他會對自己有一個承擔 他自己的學習 其實是要他自主學習 我們一直都是強調的 我們希望他明白自己的路 是怎樣去走 將來他就會在社會裏 他總會發揮到 所以我們學校 今年剛好 我們這個學年 我們踏入155周年 我們155周年 今年我們有個口號 是我們總結過往 那麼多年裏面 我們希望我們的學生 做些甚麼 我們怎樣去定位 我們的口號 我們叫做跨越自己 我們是處理 我們期望不是跟別人比較 我們是跟自己 我們怎樣去離開自己的舒服 即是那個舒適圈 那個舒適圈 我們希望同學 其實如果他想得到某些東西的話 他要去主動 正如在我們的Logo裏面 在我們校園裏面 周圍都可以見到的 我們在Logo裏面 其實中間的就是我們的學生 就是一個人來的 這個人就是我們現在 希望他們去培養 這個人裏面 周圍當然好像一棵樹一樣 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 他周圍有很多樹葉 樹葉就是我們給他的技能 我們很希望去訓練 給很多不同的機會 去學這些技能 但是這些技能 我們期望同學 是要自己伸手去拿的 他拿得多少是靠他自己 這個就是他自己 對自己的承擔 我覺得這個就是正正 我要教我現在的同學 其實社會有很多東西 但是同一時間 他要去學會承擔 學會尊重 學會感恩 將來他條路就非常之好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